《瘋狗編輯詩文集》 2019年,我們Maridio台長梁錦祥的著作 《瘋狗編輯詩文集,香港之死》 反映空前熱烈,已經搶購一空 今年再接再例 台長梁錦祥會在今年推出一本 全新的《瘋狗編輯詩文集,香港攬炒之食》 現在已經有驗貨在普羅發售 大家可以親臨普羅或經網上商店購買 每本特價港幣130元 為免享譽欲購重促 一即時和大家見面 原本今天我會去書展簽書 原本有廣告說本書怎樣怎樣 我何時在書展中會和大家見面 或者有個發布會 現在全部取消了 原因很簡單 因為書展已經延期 武漢肺炎第三波的爆發 其實大家都很害怕 這幾天是絕對在 各位市民的警惕絕對高了很多 現在乘車 不要說乘車 如果你在路上開車 不戴口罩都會被人拍照 你在車內 沒有戴口罩 所以在這裡賣廣告 這本書就剛剛在星期一印好了 很多朋友就上來普羅去訂購這本書 你一上來就可以馬上拿到這本書 由於書展延期 所以現在大家買的這本書的途徑只有兩個 要麼是想普羅 要麼是在普羅網上訂購 我們希望大家 無論是這個節目的聽眾 或者是我的支持者 都希望盡快多多支持 好啊 Julian 你這幾天有沒有去過超級市場 有啊 說起超級市場外長 你真的說得非常應景 因為有看到開始有可能盲腸 盲腸米 盲腸涼油 現在連意粉都可以買兩盒 限量訂購 對 簡直是這個 怎麼說 很多人都會說不要盲腸 但其實我想真的說不動 這個現象就是 這個陽群心理真的非常之重要 大家現在就會去街市買送 之後就回去煮飯 雖然沒有了一個晚市 但是說去街市就變了一個新的高危地方 你知道 他做些事一定會出街 一定會碰到人 我自己今天有一個親身經驗 我為了買少許東西 那我就在超市那裡 前後搞了一個小時 排隊排了這麼多 排隊排了整個小時 我看到那些人在前面就 看到那些米又去搶 尤其是那些司拉 最重要的一件事 我聽到什麼 跟今晚這個題目有關 兩個在我前面的司拉加老人家 其中一個話題是什麼呢 討論是否在打仗 軟性戰爭 一個軟性戰爭 絕對可以這樣去解定 因為 都說回大國之間 會有一個全面戰爭的可能性 真的很低 除非是真的會有一個很critical point 就說 如果這兩個國家打完仗之後 就可以在某方面的利益 拿到絕對的霸權的話 那這個為了霸權而爭奪的戰爭 就會有可能打 但是就說 現在只不過是局勢升人級 那有兩個解釋 他就不是好像我們現在說到 真的打仗 他說他感覺上好像打仗一樣 那我感覺上可以打仗 原因在哪裏呢 就是因為那個第三波 那這個第三波怎麼來的呢 現在你看上去很簡單的事情就是 因為你沒有封了那邊境 那些感染的個案 就不斷透過不同的一些渠道 就下來了香港 那你很明顯的就是 我說過很多次 其實現在中國那個防疫的情況 大家基本上是 完全沒有一個很準確的資訊 可能是很厲害的 但是你就看到有些人就 就在那個深圳灣那裡涌上去 他就說香港可能是嚴重的 但是如果你看現在這個情況 其實很簡單的就是 因為那個邊境那個檢疫出了問題 所以這些個案就流下來香港 而初頭沒有警覺 大家沒有警覺 以為純粹戴了口罩之後就沒事 有些人就戴了烏理麻茶 然後我看到很多的就是 尤其是天氣這麼熱 就脫了下來的 有些人打到下爬而已 OK 那現在那個情況呢 現在看到外面 譬如說六點鐘之後 基本上是死事來的 因為剛才我到街上走 旁邊呢 他那時候一吃事 不是說六點鐘之後就做堂食 基本上沒有生意所 很多都不做的 是啊 還有就是本身四五點這個時間 本身對於食肆來說 都不是一個往事 很多食肆更加在這段時間 是優勢的 平時 變成現在的食肆是只有五市可以做的 是啊 那發完勞騷之後呢 今天的主題是什麼呢 今天的主題很簡單 但是因為大家知道 主要是三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感染的人數 現在說的是大概十多個個案 但是晚上又確認了大概二十多個個案 而且有一個老人家就因爲這個 武漢肺炎而今天病世 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就是 當然是那個所謂初選那個 正式公佈結果 只是有一些小的調整 跟他在前幾天已經公佈出來的 就沒有什麼大的分別 我們看看今天夠不夠時間 第三個是什麼呢 最重要的是 就是今天這個早上 就是美國那邊 特朗普的總統 他正式簽署了香港的自治法案 是啊 這個自治法案 他寫到名叫 Hong Kong Normalization Act 就是說香港正常化法案 就是說 將香港打回原形的意思 根本原本就不是這樣的 原本就只是普通的城市 因為得到美國的恩賜 Special status 就是所謂有一個特殊的地位 大家看到後面這個標題 就是CNN的標題 就是 U.S. Allies Stand Up to China 大家就以爲 我就跟著醫書直說 就講完這條標題 就是裡面講什麼 講什麼 我告訴大家不是 其實真正的情況 就不是 U.S. 不是美國的 Allies Stand Up to China OK 我跟著會講 就是那個具體的意思 為什麼 因為其實這幾天 有個別的新聞 在香港的讀者 是解讀錯誤的 是解讀錯誤的 但是呢 我 就跟現在坊間的主流的看法 有少少不同 因為今天就主要是說 現在就特朗普 終止簽了那個 香港的正常化法案 就是很多的相關官員 或者人士都會被制裁 我們第一件事要問 就是這個制裁 什麼時候真的會做出來 有幾快 還有那個幅度有幾闊 是不是 但是呢 以我看近日的新聞 我覺得真正有危險的地方 就是真正是 會出現危險的地方 反而未必是這裏 其中一個問題 但是呢 待會的Julian都會說少少 因為他熟悉 比較跟中環那些 這些外籍的財經的人士 走啦 有少少溝通 少少 他們很多都會走的 不是說你晚上去蘭桂坊 所以知道 其實你平時可能有少少 跟他們聊聊天 跟他們聊聊 設計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就是聯繫會率 會有一個什麼狀況 譬如會前一陣子傳說 譬如美國會 攻擊這個輪胎會率 是的 會削弱 具體的說話 削弱輪胎會率 但是呢 這幾天退了太 那個消息是Bloomberg那邊出的 我們就講一講 為什麼會這樣 但是今天呢 就是我們一個很重要的主題是什麼呢 就是呢 但是上個禮拜 美國的國務卿 他就說了 他是 不承認 美國是不承認 中國的九段線 是的 這個真的 如果是說地緣政治學 和外交界來說 都是一個大新聞 來的 因為這樣的話 他就說美國就是 很正式地 確認了各個國家 他們在南海問題 即是南海領土的主張 尤其是東南亞 亞洲人的國家 至於他說 不承認這個九段線 那這個絕對是 確認了整個 中國他們對南海 那個領海主張的 那所以 當美國不再承認這個九段線的話 他就可以 在這個 南海 這個領域裡面 視為是一個公海範圍 但是如果在南海 上面有什麼新的動作 即是說是任何國家 說如果有軍演 有在田海 又或者做什麼石油平台的話 就立即成為一個國際爭端事務 就不是一個地區的 國家和國家之間 他們領土爭端的事務 因為我們這個節目 我們一直都很希望 背一些事件出來 講講一些所謂 地緣政治的概念 尤其是這個九段線 這個 就是很值得講的 因為他後面都很多 歷史的趣味性的資料 但未講到之前 大家要看看後面這張照片 這張照片 就是美國國務卿龐佩奧 他在大概13個小時之前 上網 你看到什麼 Winnie the Pooh 對 Winnie the Pooh 如果大家熟識時事的話 其實都知道這張照片 下面那張照片 如果你看到沒有剪掉的話 其實就是懷尼小熊 對 這個時候會做一張照片 這個肯定不是純粹說 他要告訴大家 我家裡是怎樣開心 他是要做一個政治的宣示 而是給一個稍微有少許幽默感的宣示 是一個姿態 是的 這個典故怎麼來呢 就是因為 幾年前奧巴馬和習近平 他們共同去開一個會議的時候 其實大家是很隨意的 在那邊走 那走一下 有些人覺得兩個人很可愛 就好像跳跳虎和小熊維尼 在那邊走 那誰是跳跳虎 誰是小熊維尼 當然小熊維尼 大家都知道是習近平 這個跳跳虎就是奧巴馬 奧巴馬 於是這個笑話 就在中國裡流傳 其實對習近平來說 不是一個所謂個人的insult 他純粹是一個大家覺得很開心 但即使是這樣 這個國家領導人都覺得 對我來說 他的形象不太好 於是就禁止了這個維尼小尼的 無論是名字或他的形象 這件事到最近 即到近年 其實都傳回到美國那裡 所以 蓬佩奧就拿了這件事 做一個棄約 但他沒有說 他純粹放在那裡 好了 這個為什麼會拿出來 做一個例子 大家知道 當美國在上星期 他們正式在財政部公佈 他們會懲處一些新疆官員 其中一個就是陳全國 然後中國就說 我們有反制措施 結果反制措施 又是對等地 不准這個 四個 四個 美國的國會議員 包括和官員 其中一個就是 Ted Cruz 另一個就是 Marco Rubio Marco Rubio 對於這兩個參議員來說 這是一個笑話 制裁他們在華資產 那誰會在華資產 可能拜登就有 是的 拜登可能有 但是Rubio 其實應該說 不要說是中國官員 是香港官員 在美國有資產走陣 當然有 最近有兩個 波叔 特區政府的高層人士 一個就是譚耀宗 不是特區政府 應該不是這樣說 譚耀宗 這個是另外 其實就是土共 另一個就是楊潤雄 被澳洲那邊點了名 被澳洲傳媒點了名 他們的子女都是澳洲人 拿了澳洲籍 拿了澳洲護照 其實在任何一個國家來講 都是一個騙子 唯獨在香港 譚先生還會站出來說 我的子女 我送那些子女出國 不是代表我不愛國 是的 葉劉淑儀他也是 2002年 開始草擬一個國家安全法案 到2003年 他就送了一個女兒去美國讀書 你送一個女兒去美國讀書之前 要考SAT所有東西 是突然之間說要他送的 其實也是籌備這個國家安全法的時候 已經籌碼 後路 是的 已經為那個女兒籌了後路 所以就說 她自己身為保安局局長 已經是以行動去表示了 她不相信這個國家安全法 我之後就回來叫大家 叫大家 你相信這個國家安全法 對大家無害 不過我女兒就是美國 落地生根 我要跟進一下 她剛才說的應該是23條 是的 這個事情 Anyway這樣 都是關閉國家安全 現在這個情況 其實大家要看長遠來說 是不對稱的 不對稱在於什麼呢 就是 美國的人 無論他是高層也好 低層也好 其實他對國家很有信心 他又不會隨便說 我要一定有些人民幣黃身 甚至我一定有黃金 哈哈 那也都不會 代人民幣 為什麼會代人民幣呢 其實真的 一件是非常淘寶的用來 是的 除非他是華裔 或者在中國去的新移民 或者對美國的主流的社會來說 為什麼要人民幣 我用美金就用美金 我用什麼 我讀書 那我就去美國 最多就是去歐洲 或者去英國 就算要花錢的話 我都去關島 去美宿薩摩亞 是的 那些地方 那些地方 不要說 不知道有多少人 放了些錢 在那裡 不 待會我會講少少這個問題 是的 薩摩亞 關島 這些地方 即美國自己本身 已經有避稅天堂 即他根本就是不需要 拿個香港去做避稅 那你反過來 例如你在中國 如果你說 喂 我幫你拿些美金回來 換來可以 那很多人制 譬如說 拿綠卡 那些人扣倒去 所以你看到 那些情況是不對稱 甚至 譬如說 中國本身的高級幹部 他們都會盡可能 送他們的親屬 直系親屬 出去外國 無論哪裡 美國也好 英國也好 瑞士也好 歐洲也好 甚至如果是 沒辦法的 就下來香港 這件事是這樣的 不過我想這陣子 之前有很多 之前花那麼多錢 是香港我這個 專財的大陸朋友 現在都回去 現在他們真的 丟了心口 又在那裡買樓 花幾百萬 然後到頭來 連本特區護照 都已經被美國 廢除了他的特殊待遇 其實取消香港特殊待遇 有很多方面 都是值得說的 好 我們有兩個話題 其一就是 南海那邊 將會發生什麼事 因為南海 是我們 我們淺水灣 對出已經是 已經是 第二個就是 今天公佈這個制裁 具體的影響在哪裡 第二節和第三節 都回來和大家說